男子被有人嫁住 其他人也纷纷上前劝架 不过他还是满脸怒气 一找到机会挣脱 又冲上前朝着对方拳打脚踢 朋友赶紧拉开打架的三人 但他们还是不断大声呛吓 其中两人还拿起店家的板凳 就要砸向对方 打架事件发生在17号深夜11点多 台北市松山区光复南路上一间两面店 当时48岁的黄姓和50岁的范姓男子 喝酒后相遇到店里吃宵夜 却与隔壁桌的49岁无姓男子吵了起来 双方一言不合当场大打出手 再来听一段警方说明 其中一名白衣男子被椅子砸中 头上瞬间血流不止 警方到场后他还是余怒未消 不顾有人劝阻又冲上前走了对方几拳 在远警的鹤令下才终于停手 只有三人通通被依违反设違法 带回派出所侦办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感谢您稳定